明天里因此图人字,明天里因果这样的喜讯发出后不久,网友也像小编一样,对他展开了更深厉的了解,童年的他可以说是不幸的,从小就没有送母亲的陪伴,被送到生端的鱼猫家俘养,在当地上初中和高中,据说在高中毕业,又以高三成绩考上了一本,进入了斗电学习,同学们更是对这位老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说他在上学时就很努力,毕业之后没有选择立即揭开作品,而是攻读了本校的硕士学位,这样的演员在宜茂乡还真是难得一见的,林天琳曾经在《反弹节目》中,林天琳透露,自己曾经愿意出演买电视剧的普世角色,让自己在短短数月内增正30斤,为了能够更接近剧本中的角色,他命运牺牲自己, 这样的就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对于角色的尊重,对事业的看重,以及在电视剧中,温暖又温暖的角色,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电视剧的明星们,更是以他为法样,林天琳原来事情的反转来得过快,一切都暴露你自己一句无意间的玩笑。 刚过来年,明星们都在直播间与粉丝们进行互斗,林天琳的直播间里也是满满的人,既然现在已经是高端的学校了, 自然也不管被提问学术方面的人们,粉丝们都在问他自己的论能完成的怎么样了,我们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 林天琳听到网友们这样的提问,他的眼神明显有些惶恐,不自觉地看向其他的地方, 三个缓的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内心最惶恐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神情表现, 虽然他只是一句简单的我也不知道进行的怎么用呢,当他问到直播的查诚律时, 他竟然说出了一句直播是什么,就是这样一句话, 为他有来了一生的麻烦,林天琳身为大学生, 我们都知道直播是中国最高端最具全能的学术网站, 许多专家以及毕业生们在这个网站上发布自己的毕业论文以及学术研究, 这里面的每一天文章,都是带了法律的保护, 为了避免学术不断的情况, 对毕业骂人以及各学任骂人的查诚率, 并应该于30%,这一点对于学生们来讲, 想必都是知道的吧, 如今作为得适合的他,竟然不知道, 这样的人们在网上迅速传播起来, 不免令您怀疑这样的学历,是不是抄假了呢, 林天琳生活这事情逐步扩大, 传到了教育部的耳朵里, 向来对学术作为拥谨的部门, 自然对这样的事情要多加关注, 随后相关部门立即表态, 将对这件事情彻底宣查, 原力对决学术不断的现象, 林天琳随后发表了决签信, 对自己的正义行为表示怅悔, 此图原故, 林天琳微博在今日这个事件, 运发出了最新的进展, 领校接受调查之后, 对他的学术论文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发现他写的内容上, 也用了其他专家的观点, 但并没有在文章或者参考文献中写明, 这是明显对学术不规范, 不严谨的情况, 也证实了学术不断的人类, 将他在北断的博士学位取消了, 自己当时的导师自然也免不了处罚, 取消了他的导师资格, 这样的事情自行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影响, 又牵连了自己的母像和导师, 何必是得不偿失呢? 此图原故, 得经电影学院网上公告这个学道的人士, 可以说在一生中就这样破灭了, 虽然说人人都有上进的心, 但不要对戏人门门闭了眼睛, 每一个演员或者明显都有自己的人士, 但这个人士一定是基于最真实的情况而反映出来的。 之后, 张国立在采访时, 便对演员的人士做出了评论, 他说作人要有作人的道德, 作人要只有道德, 特意地去经营一个人士, 反而会因此伤害, 最后会什么也得不到。 李天宁就照张国立老师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地清楚, 进阶地表达了对此事件的态度, 对于此类的虚假人, 是为进行严肃的评判, 经过这件事, 强必他有认识到苦心精明的虚假人, 是给自己带来的必得必多, 虽有不胜便会向日网友的指责声中, 且包不住火, 当今社会与假面就是迟早会被发现的, 人间正大事苍封, 李天宁小编有希望男友们也要与此雷剑, 希望不要为了虚荣, 而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学术的不负责, 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只有真心不怕毁灭。